木禮江議員 連續兩個星期他們在這裏 其實之前都在這裏 但是這兩個星期突然之間 我們看到他們的情緒是這樣的 而當然上個星期 至到任何時間之後 發生一些違法的行為 我當然不贊成 但是昨天又見到警方 突然之間抓了三個人 但是為什麼只抓三個人呢 是不是所有人犯法 就應該抓他們呢 還是那三個人 是不是就是帶頭衝進來的人呢 為什麼就是選他們呢 另外我覺得 這個絕對是一個選擇性 和一個政治的檢控 這件事我都要在這裏說 很多市民認為以為是立法會這樣去做 但是不是立法會 是警方 因為那個權力在警方那裏 這件事其實令到我們立法會都已經是沒有了面 也都令到別人覺得不要說什麼神聖 直接什麼尊嚴都沒有了 那所以呢 我們應該是現在優惠呢 是給一些時間去政府解決這個問題 去和村民和其他所有的人 好好地去講 好好地去談 好好地去解決那些問題 而不是在這裏數夠票 就想著呢 借著主席你又這麼幫忙呢 就想著 過了就算了 過了就沒事的了 我很擔心過了之後會怎樣 所以我本來都是支持這類的發展的情況 這類的項目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時間上面 如果這樣去做這個決定 是不致的 是不適合的 所以我都會支持何秀蘭議員這個休會的建議 給多些時間去政府去做事 好了 我們在立法會那裏 我們真是有個責任 就是要監察政府的 就不是去做方便政府的 其實我們都方便著他 優惠就是最方便他 他可以將一些真是有需要 而不要被這一個項目阻礙的 他自己可以拿點時間去和村民去慢慢談 其實都不需要很多時間的 有心的真是要做可以做到 但是呢 真是 真是 重要的 不要阻礙其他後面我們其他項目 我們都想去做討論 我們都想去甚至乎是盡快 給這裏有適當的討論之後可以通過 所以主席 我希望你 就是不要再在這裏今天這麽強硬 那樣就想定 今天一定要展報就要展了它 幫下香港 幫下我們立法會 給個機會 所以我發言是支持何秀蘭的 優惠的動議